回来了,我是抓马 人无论活得再怎么孤独,总得有一两个闺蜜 但闺蜜这个词有毒 每当说起的时候,好像都会有坏事发生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闺蜜的故事 一个小忙 芬妮是单亲妈妈 单纯热情的她,总是一副人畜无害的好妈妈形象 不仅如此,她像是游泳不完的锦里 独自以人抚养着儿子 同时还经营着自己的美食播客 和往常一样,她去学校准备见儿子回家 但小吉的妈妈却迟迟没有来 正当芬妮哭闹着要怎么办的时候 小吉小手一指说,来了 这时,一个穿着商务西装的帅气女人下车 乘着伞阔步从雨中走来 这就是小吉的妈妈艾米 看着眼前这个自信没力,气长一米八的女人 芬妮竟然有些语无伦次 两个小孩硬咬一起玩 没办法,艾米只能联络芬妮一起拖回家 好宅,没酒,还有高兴的工作 芬妮算是见识了上流贵妇的生活了 两人还挺投机,聊着家长里短 光鲜亮丽的艾米其实并不像外表那么完美 搞强度的工作,家庭债务危机 和极少的陪伴家人的时间都压得她喘不过气 而芬妮更糟 老公和哥哥在一次车祸中双双去世 现在的她和儿子靠着老公的保险金维持生活 这时,艾米老公肖恩回来了 两夫妻一见面就开启虐狗模式 各种调情,一旁的芬妮被砸了以脸狗粮 两人的关系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亲密 一次聊着聊着,他们玩起了闺蜜之间交换秘密的游戏 艾米说自己曾跟肖恩和她的女助理一起玩过三批 艾米以为会吓到她 芬妮说自己没那么保守 她曾和同父异母的哥哥上过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黑暗面 只是有些隐藏起来了 泥潭里,两人的关系更亲密了 一天艾米突然打电话给芬妮 要她帮忙去接一下儿子 芬妮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到了晚上,艾米也没出现 给她发信息也没回 第二天,芬妮只能打电话到她公司问 但却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于是打给肖恩,但她也是一脸懵逼 艾米究竟去哪里了呢 两人报了警 按照警察的常规推理 第一嫌疑人肯定就是肖恩了 但芬妮极力为她辩解 警方那边依旧没有消息 芬妮偷偷潜入艾米公司查找线索 找到了一张艾米的照片 芬妮还是每天来照顾小鸡,做饭打扫 在她看来,艾米是自己的好朋友 自己有业务帮忙照顾她家人 芬妮做的一切,肖恩都看在眼里 在家吃上妻子为自己做一顿 热乎乎的饭菜这种事 她从来没有享受过 肖恩拉住了芬妮的手 意味深长地说着 谢谢 芬妮在自己美食博客 讲述了艾米失踪的事情 引起了一大批吃瓜群众的好奇心 因此粉丝也层层地往上涨 果然还是猎奇最得人心啊 没多久传来了艾米死亡的消息 警察在湖中打捞起她的尸体 艾米的突然离世 留下儿子和孤零零的自己 一想到这些,肖恩就郁闷极了 还好有艾米一直陪伴着她 不然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葬礼结束后 看着闷闷不乐的肖恩 芬妮上前拥抱着安慰她 艾米离世 对她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而芬妮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缺 都说男女受受不清是有道理的 这一波两人不拥抱还好 一抱就活花四溅 尽管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在荷尔蒙的催促下 什么闺蜜老公 什么闲言碎语 两人就这样亲吻上床一步到位 肖恩想要芬妮搬进来 但她还是有所顾虑 警察曾和她说 肖恩不久前买了400万的保险 而没多久艾米就死了 这确实让人负响连篇 然后在肖恩一连串 糖衣炮弹的攻势下 芬妮妥协了 果然 恋爱中的女人是经不起推敲的 芬妮就这样搬进来了 就在她满心欢喜 准备享受新的生活时 一连串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整理艾米的衣柜时 丢掉的衣服 鞋子 第二天却全部回归原位 肖基也时不时说 自己看到了艾米 更可怕的是 她突然收到一张 写着干你哥哥的照片 这件事除了艾米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 紧接着 她就接到了艾米的电话 虽然有预想到艾米可能还活着 但听到她声音的一瞬间 芬妮还是吓得差点呆掉了 艾米倒是一副满不在乎的轻松语气 然而言语间满是嘲讽 娜娜妮当闺蜜 你居然睡我男人 这下芬妮彻底慌了 难道艾米和肖恩和气火来坑自己 这么狗血的剧情 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她立刻冲到肖恩办公室 而肖恩不仅不相信 还说要给她找心理医生 既然打住体子考不住 那只能自力更生了 芬妮决定一探究竟 她在艾米的画像里找到了画家的名字 于是拖着画字去找画家 没想到画家也是受害者 当年艾米骗光了她所有财产后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最后画家给了她一件艾米的T恤 上面印着一个营地的地址 这趟总算没有白来 芬妮骗肖恩说自己要去度几天假 然后就展开了她的主妇侦探之旅 她马不停蹄地赶到营地 在一堆相册里看到了小时候的艾米 顺藤摸瓜找到了她的老家地址 于是假扮清洁员上门 这下她发现了艾米不为人知的秘密 原来艾米有个双胞胎姐姐 当年两人为了反抗父亲的管制 放火烧了房子后就逃走了 而父亲就在这场火灾中送了命 在母亲看来 这两个双胞胎简直就是天生的恶魔 这下她算是抓住艾米的把柄了 芬妮一直是一副傻白甜的模样 但其实就是个心机满满的绿茶表呀 下得了听堂 也上得了战场 她故意在网上直播艾米的信息 说自己一直不能对艾米的死释怀 还去了她小时候去过的营地 并给粉丝们看了艾米的照片 另一边 艾米见到芬妮竟然在调查自己的过去 这下她坐不住 大声骂着 关上电脑 芬妮立刻竖起了中指 如果说艾米是蛇线美人 那芬妮就是绿茶白莲花呀 两个女人的战争正式拉开帷幕 艾米找到了萧恩摊牌 见到死亡附身的艾米 萧恩一连的难以置信 原来艾米是为了骗取400万的保险金 才假装死亡的 原本等拿到了保险金后再出现 谁知中途竟杀出过芬妮 不禁搅乱了她的计划 还登堂入室取代自己的位置 如果萧恩不帮着自己 那就拖她一起下水 接着艾米约见了芬妮 以身条纹西装的艾米缓缓走来 简直率出了新天际 两人互接着葛子的老底 艾米的双胞胎姐姐找到她 并威胁艾米给她100万 不然就把之前放活烧房子的事情 全抖出来 为了自保艾米把她淹死了 而芬妮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跟同父异母的哥哥上床后就怀孕了 老公知道自己到了接盘侠后 决定和哥哥摊牌 没想到却在路上出了车祸 两人是因她而死的 两人僵持不下 这时艾米拿出萧恩的录音给她听 芬妮才知道 原来自己只是她排解寂寞空虚的工具 既然是渣男 那就不用客气了 于是两人决定联合起来 拿到保险金 然后把杀人的锅扣到萧恩头上 把她送进监狱 任何时候都不要小乔女人 在这里奋劝一下广大男同胞 珍爱生命 远离绿茶表 没多久 艾米就重新出现在大众面前 指认萧恩为了保险金 逼迫自己伪造死亡 就这样 萧恩背上了谋财害器的罪名 萧恩堵白 我虽然是个渣男 但我是个好人啊 艾米早就在家等着她 萧恩一如既往的懦弱 只是她还想着和艾米理论 芬妮拿着枪出现了 说萧恩欺骗了她的感情 利用完弄她 说完就朝她开了一枪 看着倒在地上的萧恩 艾米突然哭着说 是自己杀了双胞胎姐姐 但下一秒立刻变脸 剃了地上的萧恩说 起来别装了 原来芬妮早和萧恩联合给艾米下套 可惜被她识破了 接着拿起真枪 毫不犹豫 崩了肖恩 轮到芬妮了 两个女人还不忘来一番 关于友情和妈妈的感想讨论 芬妮指了自己衣服上面的摄像头 说自己正在直播呢 这下轮到艾米傻眼了 她拔腿就跑 却被车子撞飞了 因为在博客上直播了该事件 芬妮火了 这场闺蜜的战争中 没有胜者 当闺蜜都没了 输赢还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问题来了 你和闺蜜之间会互相算计吗 求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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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分享 求关注 求留言 求留言 快快留言 啦